中文字幕 李宗盛 高峻 他抢问我了 官司打完了 你跟我去广州吧 跟你去广州算是怎么回事啊 不扯闲篇了 来 老实交代 你跟高峻到底什么情况啊 他这么一个忙得团团转的大律师 居然有空陪你一起去赌夏清凉 你们这关系不一般啊 前天 高峻 他抢问我了 高峻抢问你啊 然后呢 然后 还能怎么然后啊 他抢问你 你什么反应啊 我扇他耳光啊 妈呀 我的老天爷 我这才几天顾不上管你 你们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他抢问你 你抽到耳光 然后你们今天下午还能一起去赌夏清凉 你们这心可够大的 我总感觉 高峻这个人挺复杂的 好像怎么都看不透他 哼 不是我瞧不起你软真真 就你那眼神 你能看透谁啊 你说他要真喜欢你 这也够长情的 你说我怎么就碰不到这么一个痴心的男人呢 老爷那货色吧 前脚刚跟我分手 后脚立刻就找着新婚 说得好像你有多长情一样的 人生苦短 我何必在渣男身上浪费时间呢 你什么想法 什么什么想法 你少跟我装傻啊 就高峻这条件 正常人都得动心 你甭跟我说什么要为许鸥宁守洁 或者配不上高峻什么的 一股酸臭偶人抽死我 都是大活人 谁配不上谁啊 这还差不多 但我这一身债的 何苦连累别人啊 那也不耽误你睡他呀 只要你们没结婚 你的债务就连累不上他 风鸣来讲呢 这高峻 也算是极品吧 谈个恋爱不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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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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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